借助泰羅的力量 借助孟比幽士的力量 融合變身 Ultraman Orb Burnmite 哈嘍小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橙子樂園 我是橙子哥哥 今天啊 橙子哥哥又給你們帶來了這一個 哈哈 神秘的玩具 這裡面呢 裝的是我們神秘的奧特曼玩具 小朋友們你們可以猜到 這是哪一個奧特曼玩具嗎 哈哈 就是最近啊 正要發售的這一個奧特曼的玩具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是從亞馬遜送過來的 哈哈上面有橙子哥哥的柱子 然後啊 這是一個 今天剛剛發售 然後就送到這邊來的玩具 那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玩具呢 槍槍 哈哈 沒錯 就是我們最新發售的 歐布奧特曼的這一個軟膠 哈 那這是我們的 泰羅莫比歐斯 那還有一張 那還有一張 清單 那這一個的價格呢 大概就是 是446N 那核算成人民幣大概是30塊錢左右 好 那示威詞 讓我們趕緊來看一下這個 剛剛入手的這一個 泰羅莫比歐斯 哈哈 好期待啊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好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次給大家介紹過的這一個 歐布奧特曼 我們的奧特曼 迪迦 哈哈 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 我們最新的歐布奧特曼 然後這個呢 是他的第二個形態 是我們的 泰羅莫比歐斯 喔 我們來看一下 非常的帥氣 那讓我們趕緊來把這個包裝打開 好 那打開包裝啊 是我們的這一個軟膠 然後還有一張 這一個軟膠的一個介紹 那是我們的 泰羅莫比歐斯 二號歐布奧特曼英雄 然後是他的一個介紹 哈哈 然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軟膠 好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二號 歐布奧特曼軟膠 讓我們仔細的來看一下 首先啊 他整體給人的一個感覺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全身紅色的是吧 那 他的公雞呢 是火焰 然後他的屬性呢 是火 所以啊 全身是紅色的造型 然後啊 因為他是泰羅和孟比歐斯的合體 所以呢 他有泰羅的特徵 也有孟比歐斯身上的一些特徵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他還有我們最新歐布奧特曼的一個特徵 是吧 胸前的這個圓環 哈哈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帥氣 造型也好 無論是顏色的搭配也好 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啊 讓我們來仔細的來看一下 這個泰羅孟比歐斯形態的歐布奧特曼 身上的一些細節的特徵 首先呢 是他的頭部 我們來看一下 哈哈 是不是很有我們泰羅的感覺呢 然後啊 是他的身體的上半身 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的很多孟比歐斯的特徵是吧 像這個鳳凰火焰 然後還有最新的歐布奧特曼的圓環 然後是他兩邊的身上的一些特徵 然後啊 是他的下半身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他的背部 然後是他的腳部 然後是他的一個背部的 哇 那這就是我們全身紅色的泰羅孟比歐斯 看上去感覺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啊 然後和我們的一號歐布奧特曼 奧特曼迪迦 對比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兩個 那我們的這個一號奧特曼 奧特曼迪迦 形態呢 是以紫色為主要特徵的 然後啊 他的背後呢 是以黑色為特徵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二號 泰羅孟比歐斯形態呢 是以全身的紅色 作為他的主特徵的 哈哈 那他的攻擊呢 應該也是火焰為主 我們看了第三集的怪獸水域 大家都知道啊 那他的最後的必殺技 就是全身啊 帽子火紅的火焰 向怪獸衝去 然後啊 自爆 哈哈哈哈 這個奇特的必殺技 看起來啊 非常非常的具有攻擊性啊 是吧 哈哈 那這是我們的一號還有二號 我們的奧特曼軟交 那三號的奧特曼軟交呢 會在九月上市 到時候陳子哥哥 也會第一時間為大家帶來這個最新的 歐布奧特曼玩具的介紹 哈哈 那小朋友們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的奧特曼英雄們吧 好 那陳子哥哥啊 收集了很多奧特曼的玩具 那 現在都把他們啊 都請出來了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些奧特曼英雄們都有哪一些吧 首先啊 讓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的哪一個夢比游師 泰羅在哪裡呢 哈哈 你們能不能找到呢 那我們一起來找一下好不好 來看一下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是吧 欸 欸 那 好像是這一個是吧 那讓我們把它找出來 好 那是我們的這一個 哈哈哈哈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這一次 又找到的 奧特曼英雄 這是我們最新的歐布奧特曼軟膠 那他呢 被我們找到了 哈哈 那 我們還要找出 是 誰 和誰合體 變成了這一個奧特曼軟膠的呢 哈哈 那我們來找一下 泰羅和夢比游師好不好 那泰羅在哪裡呢 是這一個嗎 還是這一個呢 還是這一個呢 欸 好像找到了 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的泰羅 哈哈 泰羅出現了 我們把泰羅請出來 哈哈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泰羅奧特曼 哈哈 那就是他 和我們的夢比游師 那讓我們把夢比游師也請出來 好不好 夢比游師在哪裡呢 夢比游師 夢比游師 欸 好像找到了 是不是 站在我們 歐布奧特曼一號 左邊的這一個 還是我們把夢比游師也找出來 好 那我們三個 奧特曼英雄都已經集齊了 是吧哈哈 讓我們變身吧 首先是我們的 泰羅 然後是我們的夢比游師 然後融合 變成了我們的這一個 哈哈 泰羅 羅夢比游師 形態的奧特曼 那剛才啊 可能有些人已經發現了 在我們這麼多的奧特曼裡面啊 還有一個黃金版的泰羅 那就是我們的這個 那這是我們的泰羅 這是我們的泰羅 孟比游師 然後還有加上我們的當然是非常傳奇的奧特之父啦 那他們三個啊都是長得非常非常像的奧特曼 是吧 讓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奧特之父 然後是泰羅 然後是我們現在最新的歐布奧特曼 這一個泰羅夢比游師 形態 哈哈 那這裡面呢還有一個會發光的 是我們非常帥氣的 賽羅奧特曼 那這是我們的發光超級賽羅 哈哈 那這裡面啊都是一些非常帥氣的奧特曼英雄們 是吧哈哈 那光是介紹我們的奧特曼英雄們當然是不夠的 是不是這次啊曾子哥哥還請來了兩位大主角 大反決 哈哈 就是我們的歐布奧特曼怪獸 那首先呢是我們的這個風之魔王獸 然後還有我們的土之魔王獸 哈哈 那這兩個巨大的怪獸又來搗亂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到底有多壞 哈哈 他們都出場了 一出場就把我們的奧特曼英雄們 全部都推倒了是吧 那這兩個呢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怪獸 搶搶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歐布奧特曼 哈哈 歐布奧特曼呢曾經把這兩隻怪獸都打敗了 是不是 歐布奧特曼首先打敗了風之魔王獸 哈哈 哈哈 然後啊 再用土之魔王獸自己的攻擊反射回去 也把土之魔王獸給打敗了 哈哈 那下一集呢 橙子哥哥會把水域怪獸 就是我們的水之魔王獸帶給大家 那敬請大家期待我們的視頻好不好 那橙子樂園在日本歡迎你們的訂閱 記得關注我們喔 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的觀看